台湾离谱的高房价让年轻人买不起房 学生问起赖清德他这么回答 你也没有注意到房价现在在降 房价真的神奇的降了吗 同样的问题 小英爱将内政部长林又昌说 年轻人不是真的买不起房 而是没规划 或是想买的地点价格太高 大观眼中似乎没有高房价 照林又昌这样的一个思维 年轻人房子去蓝宇买就好了 去台东买啊 那里房价最便宜啊 去绿岛买 那里没有炒房的问题啊 干脆去澎湖买 每天坐飞机 年轻人因为刚出社会 当然要做一些规划 希望就是大家不要去 这个有心人去曲解他 网友听了这解释更火大 照林又昌的逻辑 搞了半天我没房 是因为没有规划 那我现在就来规划 民进党给我钱买房 谁像蔡总统大学就有一堆房产 还是林又昌以为年轻人 都像赖清德的会选爱将 邱莉莉说叫其他议员投给他 买房子打八折 年轻人只要说打赖清德的名号 邱莉莉的名号说 我要邱莉莉专案 我们买房子打八折 你没有看到房价涨了吗 是指责学生眼睛故障 看不到是不是 各界痛批 蔡英文过去承诺 要让年轻人都能买房 但最该做的囤房税 却一个字都不敢讲 有十栋房子以上的五千多人 五栋房子以上的一万人 这么多的囤房组 我们政府不敢开刀 台北市一瓶 动辄百万 很多人年薪都买不了一瓶房 大观如今说房价降了 甚至还说买不了房是因为自己不规划 让百姓全听傻 记得杨贼西瓜好 SNS小组台北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